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他今天就看见基辛格今天说了跟他昨天说的一模一样的话 也不能说一模一样 只是有点相似 对 所以说咱们俩都在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上预测正确了 我昨天说了个什么 我昨天我说了一个国家队和香港队 我说打平可能性很大 我说了 因为我不懂球 我打平 他说不可能 结果你看咱们俩都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 预测正确 咱们说说别的国家吧 韩国又出大事了 我都不知道为了什么 我只是知道今天世界风起云涌 孩子们 不是年轻人上街 就是韩国七万群众上街 这次是反对朴槿惠 为什么反对朴槿惠 好像啊 我觉得这次就是理由啊 干脆就是一个都不够了 要很多的 比如说青年这个就业率下降了 还有一个就是个什么 教科书 教科书 什么又怎么回事了 搞统一的教科书 对对对 教科书 还有一个什么了 反正他很多理由 这我不感兴趣 我感兴趣的是场面 你可以看看 哇 你瞧瞧 这 所以啊 我很理解年轻人爱上街 这东西多么热血啊 你看 下边看 哎 这个两万多韩国警察出动了 还出动了700辆大巴 因为他们要去这个光化门广场 但光化门广场呢 是没有申请 没有得到批准的 所以警察就拿大巴 然后拦着拦着你看 两边的这个攻防站 你再看下边 哇 你瞧 韩国这个这个战斗军 他们这绳子在拖什么 这示威的拿绳子在拖走大巴 咱们往下放 往下放 哎 你看 绳子在拖走 拖走这个警方 作为路障的这个大巴 然后警方在喷这个高压水龙 你再看 好 这双方这个搏斗 你再看下边 好 现在就说到他们反对的 在这个时刻 人们又回顾起朴槿惠的一生 他的爸爸叫 也是以前韩国的总统啊 是吧 也是被刺 朴正熙 朴正熙被刺杀 所以其实 作为一个女儿来说 很不幸的啊 父亲被刺 然后他自己都曾经被刺 你看这是小的时候 哎 小的时候你想到吗 朴槿惠 公主 公主 小公主啊 还那时候还有点肥 你看 小公主 这是他妈妈 男的 这是他妈妈 怎么 镜头一转 就让他妈妈 就对 就说明长出了妈妈的身材嘛 哎 你看哎 这这不像妈了吧 这 这是青春的时候的 朴槿惠 其实呢 我有时候相面呢 我能看出点来 你按照女孩来说 你不能说 她是个多美的女 哎 你像台前道 台前道 你不能说 她是个多美的女人 但是我觉得 你看她这个鼻子啊 嗯 哎 她怎么鼻子又小了 小的时候 她这个鼻子啊 在脸部站的比例很大 一般这种人 她被人毁容 然后整了17针 所以这个脸是完全变过的 我看过一篇文章啊 讲的很有诗意 22岁时母亲被暗杀 27岁时父亲被暗杀 54岁时被毁容 55岁竞选失败 60岁当选女总统 就是说概括她一生 说实在话 中国人对她印象蛮好的 尤其是 我不能讲中国人啊 我讲我个人啊 你那个9月3号阅兵的时候 你看这个很多外国元首来啊 她到上面去 你知道她是被承受巨大的压力 很多人说 因为美国日本不参加嘛 所以说她也不应该参加嘛 然后就跟她提了很多建议 说她不能鼓掌了 说她不能笑了 就给了她很多压力 结果她还是落落大方的 最后站在那个普京旁边 把普京考的这个心愿一马的 对不对 大家都觉得 你觉得网上疯传那个句子是什么 女人要么像彭妈妈 让老公走到哪里 带到哪里 要么像朴槿惠 自己爱上哪 就上哪 要么像普京 是吧 站人身边 就偷描 你知道 今天的粉丝 互联网这个粉丝 我现在算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其实呢 跟这个他们粉的这个对象无关 你知道吧 他这个粉丝玩的 就是粉这种行为本身 他这是一厢情愿 你知道在中国的互联网上 有朴槿惠 有普京 两拨粉丝 他们有发行一种叫互联网名片 这个比两个人的这个形象度 受欢迎度谁高 两个人现在都达到了六十多万 六十多万的这个值 朴槿惠呢 稍高一点 而且呢 这个互联网的这些个粉丝啊 他们就一银 他们就是给人家那个 那个什么呢 那叫什么了 给人家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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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姻缘 拉拉拉 就往往一起撮合 撮合谁呢 普京和朴槿惠 撮合普京和朴槿惠 非诚勿扰 就说 就是这俩 就跟咱们中国那婆婆的旁边一直在聊 就你看朴槿惠到现在还是单身 对吧 而且普京呢 嫁给了国家 对 那普京离婚了呀 普京是离异的男子啊 而且呢 俩人不是没感觉 就是说 上回在二零几几年来 普京在韩国 朴槿惠呢 送给普京两本书 韩文的这个书 两本书叫什么名字啊 意思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一本叫做嫁人要嫁普京这样的人 二啊 第二本绝对是真的 新闻报的 第二本书叫 普京 破折号 男人中的男人 就这 这个送给普京 普京当时 哎呦 这个小脸羞红了 就是 哎呀 你把我说的再好了 所以你看 你看他们网上搞的这个照片 我给你看看 你看 这是在咱们那个阅兵的时候 你看这两个人的身份 粉丝们都标注了 然后你再看 有眼高眼低 你瞧见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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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早就看出普京了 你再看下边 中国人最重视正了 你知道吗 给正都 哎 般配不般配 佳慧你说 好像普京 而且 你注意看岁数 哎 这个 朴槿惠 就比普京大 八个月 你发现没有 女大八 这个油奶八 好像普京 对谁都有兴趣 我记得他一出美剧 什么 Cart of Games 那个 紫牌屋 I'm sorry House of Cards OK好 这是那个 不是里面也讲普京吗 对的 总统的 对啊 这是在大家的心中 好像普京 对谁都有兴趣 一个你来婚的男人 就被这样 他跟美国 美国的第一夫人 跳舞 然后来个kiss 把美国总统的 戏里的美国总统 这是纸牌屋里的 对纸牌屋里 什么地方 还真有点像普京 现在我发现 好几个像普京 007也是普京演的 这个丹尼尔克雷格 也是像普京 那个范儿有点像 长得都有点像 对 这个丹尼尔克雷格 像是比 像是普京的动物版 就比普京还长得 还野蛮一些 我感觉 对 没有我觉得 这个不算最高层次的 我期待那些网友 把朴槿惠跟蔡英文 弄在一起 那是什么关系呢 就是那个 同志 同志关系 蔡英文也是未婚 因为我觉得这样弄 当然好玩 可是太保守了 还是觉得一个离婚的男人 一个未婚的女人 这样子 假如我们把蔡英文 跟朴槿惠 然后合在一起 我觉得才是那个 档次够高 当然更有历史意义的是 普京跟默克尔 谁 德国 对对对 苏联跟德国的那个爱情 那真是 好像那默克尔 人家已经是小布什的了吧 有一次 那是小布什吧 有一次开完会 小布什上厕所回来 一下就直接站到默克尔后边 给他那个按摩 那是小布什吧 好像是 是小布什 是小布什 默克尔常常穿得很性感 谁说的 对呀 您这性感是哪来的 标准默克尔 你去找找看 他常常穿得很出味 就是跟一般的女人一样 那德国女人都这样 露个事业线嘛 这是露了卤沟嘛 德国没有不露卤沟的女人啊 您德国的农场的卤流 都卤沟一堆 不平点 这是他们传统啊 你整天趴在牛下边 往上看是吧 您可真叫牛叉 墙墙塞原型广告之后见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发现这两天国际社会对普京啊 这个声望之声 就是因为巴黎的事情 对 就巴黎的事 就你刚才讲这个基辛格讲 就是说现在讲普京这个战略啊 玩的非常的高妙 齐先一筹 齐先一筹 就轰炸这个IS 而且到了现在形成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国际局势 而且呢 普京和他所代表 你看过去咱们觉得普京专制啊 太这个刚硬啊 但是你看同样的一个铁腕 看用在哪 你用在另外一方面呢 反而得到喝彩 比方说人们现在就在讲普京的这种态度 是吧 普京比如说对待恐怖主义的这种态度 但是相应的呢 我觉得啊 这两天你看很多这个抒情范的出来了 我挺想也跟你们来聊聊这个事 你先看一个照片 这是个法国男人 这个法你看多法国 这个法国男人 这个法国男人呢 叫 Tony Liris什么的 我都会念法语了 巴塔克兰音乐厅的袭击 夺去了他妻子的生命 那么悲伤无以复加的他 在三天之后在Facebook上发了一段话 哎 这段话呀 我想给你们念一念 就是说他代表着这么一种 一种态度 叫做我不会恨你们 他说周五的晚间 你们夺去了一条生命 他着耳不群 是我一生的挚爱 是我儿子的母亲 但我不会恨你们 我不知道你们是谁 也不愿意去了解 你们的灵魂已死 如果说你们为了神明而进行的盲目杀戮 会让我们看到神明的圣容 那么我妻子身上的每一颗子弹 都将是神明心上的一道伤痕 写得多好啊 所以说我不会将仇恨赠于你们 仇恨正是你们的追求 正是这样的愚昧 造成了今日今时的你们 可是用愤怒来回击仇恨 事实上是向同样的愚昧屈服 接下来他还有说 你们想让我恐惧 你们想让我以不信任的眼神打亮我的同胞 你们想让我为了安全牺牲自由 可我不会让你得逞 在几天几夜的等待之后 今天早晨 我终于见到了他 就他的妻子 被打死的妻子 他说他美丽的 就像他星期五晚间出门的那一刻一样 美丽的就像12年多之前 我无可救药的爱上他的那一刻一样 诚然这恶耗让我肝肠寸断 我把小小的胜利让给你们 但这胜利注定是短暂的 爱妻将永远与我们同在 终有一日我们自由的灵魂必将在天堂重逢 而天堂的大门永远不会向你们敞开 我和我的儿子二人相依为命 但我们的力量强于百万之师 我没有一点多余的时间分给你们 我得去照顾我那刚从午睡中醒来的小梅尔维尔了 就他的这个儿子 对吧 他将会用他自由而快乐的一生使你们蒙羞 因为同样他也不会恨你们 说的很感人啊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特别感人 甚至像美国有些枪击案 咱们就发现这个西方人的这么一种道德 是不是跟他们的一个信仰有关系 经常就是说我宽恕你 你杀了我的亲人呢 你别想得到我的仇恨 你别想得到我的愤怒 可是我们我同时又觉得 这是不是有点太温情主义 是不是一种肤浅的温情主义 或者说是一种怎么说 为什么我说普京 有时候普京让人听了之后 普京的话质地有声 跟这个态度正好相反 普京说原谅你们是上帝的事情 我的使命就是送你们去见上帝 你看这两种态度你们怎么看 对那你在一个个人在宗教上 在情感上在人格上 他讲的完全对 这个是价值观 普京讲的是政治家 从政治经济上来讲 所以我觉得这两者不矛盾 政府就应该去打击 老百姓就应该把这个事情就是宽恕 倒过来是最坏的 倒过来那真是最最坏的 就是老百姓都刻骨仇恨 仇恨互相之间 然后自己恐惧 因为恐怖主义最大的危害 不是死了多少人 他比死了多少人更大的厉害是 因为他打死人是没规律的 所以造成人人都害怕 这是他的一个效果 但是最大的破坏 它是破坏你们的价值观 使得你原来相信的东西 不相信 所以他们这个讲的真对 因为他是要维持这个人性 善爱维持这个 但是政府不能这样做 现在世界倒霉倒在什么地方 就老百姓很 征服在那里 找各种理由推脱软弱 你知道那才糟糕 因为当你要看你站在哪个身份 刚那一段让我想起 美国以前有个下台的总统 尼克松 他的那个告别演说 最后一段就是这样 他说也非常动人的 他说我们人啊 医生总有ups and downs 高低起伏啊 你的敌人会打击你 攻击你 伤害你 那没有关系 你最重要的要记住一件事 你不要恨他们 因为当你恨他们的时候呢 你就变成他们一样 而就是这样的时候呢 他们才算是真的把你打败 就是你不能变成他们一样 他刚刚也说 这样嘛 我不能花时间在你身上 也不会让你这样 让我充满抽签 简单的说 我不能像你这样做人 对啊 那这样就破坏了嘛 因为那个恐怖分子啊 现在就担心嘛 其实他们那个那个双重的恐怖啊 子东说的非常对 他破坏你的诈局观 比方说现在有些国家啊 甚至怀疑死落灯啊 以前歌颂他是英雄啊 把那个政府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监控的事情暴露出来 现在又说你看 正正因为他暴露了 让我们监控更难 才让恐怖攻击更容易发生 甚至开始说不要收容难民等等 其实这样呢 你想一下 那些难民被他们恐怖分子啊 弄了出来 走 前进无路 逃生无门 只好又回去 然后让那些恐怖分子啊 IS啊 乱杀乱砍 他们不是两边胜利吗 一方面我打了你 攻击了你 另外一方面让你不敢收容 害怕我们的人 把那些人赶回来 就算收容了 你看到现在大量的镜头 在边境里 彻底的收声 彻底的审查 美国共和党 这次一个候选人叫卡森 他就说所有难民进来 先要做意识形态审查 那怎么审查 就是要他不能有反美的念头 你说这很荒唐的事情 美国就是有这种 真的恐怖分子 他才跟你撒谎 所以你知道 你知道他 在我看来 本来是一个弱势群体 你把他培养成将来仇恨你的恐怖分子 对不对 你这样 你身体上侮辱他 精神上侮辱他 然后他就算将来在你这里生活 他不是未来的恐怖分子了吗 他就这样 就被你逼死过去了 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 就是最近就这两天 卡森这个言论 他说将来美国收 他说我们再收难民 就是政治脑子短路 他说如果要收都要一次形态审查 哎呦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恐怖分子最大的成就 他打击了你的价值观 所以你要这么说呢 我这还有一段呢 就是你知道当时这个在体育场里 德国队跟法国队比赛 体育场外发生爆炸 当时有个钢琴家 这钢琴家挺有意思 他发明了一个 不是他弄了一个自行车 拖拉钢琴的装置 在世界几十个国家巡行 然后那天他就看见这个发生了一个恐袭 当时他在德国的一个酒吧 但是发生这个事情之后 这小伙子说 说我现在要去法国 于是他就骑着他这个自行车钢琴 一直到了发生惨案的这个音乐厅的门口 谈了那个John Lennon的那个著名的歌 Imaging Imaging 我们可以看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就想这个约翰烈农的这个歌 他里边典型的歌词啊 你说这是不是一种浪漫肤浅的东西 但是你看这是最有名的歌词吗 你看他试想世界如果没有国界 没有杀戮或死亡 也没有宗教信仰 试着想想当所有的人在和平中活着 你也许会说只是我在幻想 但不只是我这样 我希望某一天你会加入我们 那样这世界就会融为一体 没有独占 没有贪婪 没有饥荒 情同手足等等等等 这种东西是不是肤浅的 我在那个场合唱歌 一起来唱跟内容无关嘛 光是唱这个行为 这自我自聊嘛 你心情会好起来 你看今天这个世界 当然你会产生这样的希望 但是这是属于人类世界的吗 是不是咱们永远注定就得是冲突不合 隔阂 对人类世界永远注定是冲突不合争夺 但是有这种美好的梦也是人类的一部分 也是我们人性当中不可剥夺的一部分 就像那个刚才那法国人 我就说如果他不是装的话 那太高贵了 我觉得这人格可太高贵了 不不不但法国这次的事情 你这种感觉的画面很多 就是这个两声爆炸那个球赛吧 当这些人走出球场的时候 都在唱马赛曲 这个很多画面没声音 后来我看到一段有声音的 他们当场离开球场的时候 当场啊就在唱国歌 你看这个这个奥朗德这两天 他他到凡尔塞宫那个去去演讲 那个法国的这个总统 对两院演讲是很少的 什么08年有过一次 这么多年来 这个全体的议员 最后的全部唱马赛曲 马赛曲的歌词是很血腥的 那马赛曲的是跟我们的最后的斗争一样 都很多血 公巴斯底域的那个那个音乐嘛 但是他们这种时候 你看巴黎那个排队捐血 排队捐血 而且马上很多人就到那些出事的地方 去献花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所以我觉得好 人性就是这样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 更何况这个世界 没有而且而且就是 惨的是一定有 但是美好的也有啊 这件事情我觉得要经常 这种事情要倒过来看啊 因为假如说 这肤浅啊 什么太太理想主义啊 我们倒过来看 假如不是每一次 又每一次我们用这种 所谓的肤浅的理想主义 来告诉自己 来鼓励自己 整个世界会乱更多啊 假如大家没有这种 肤浅的理想主义了 大家更是好啊 反正现实嘛 我有权力 有钱什么 我就满足我的欲望 更是互相砍杀 互相控制 正我们还是被这种 肤浅的东西绑住 拉住 然后我们付出努力 不管多少 有时候真的是那个 跟内容无关 现在动作 像你说献花啊 对不对 那么多花你想来说 买花要用钱的 不是不用钱 时间什么 放在那边 可是光是那个动作 我们才能自我治疗 也把自己拉住 不要让自己变成他们一样 仇恨乱七八糟 是 所以你看 就是面对这种 自己的爱妻啊 儿子的妈妈呀 就被干掉 他能够说 你们别想得到我的仇恨 我不会恨你们的 那么 我就在想 有时候这人类啊 他提出来的 不管是不是真的做到 这种最高的道德 就人类最高的道德 你比如说 有些时候在宗教里有 你好比说 地藏王菩萨 其实那就是人类 能幻想出来的 一种最高的道德 就是说 我不下地狱 只要有地狱存在 我就不会离开你们 我就在地狱里待着 这是一种特别高的 一种道德 甚至于你像 你像这个中国人 讲这个周 周朝 周朝的那个祖先 叫古宫胆妇嘛 古宫胆妇 那都到什么程度了 我都不太相信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哎 外族 这个西班的 这个这个这个外族 要打他们 要田给田 要地给地 最后要灭了你这国 这古宫胆妇不打 老百姓都说 你为什么不抵抗 他能说呀 他说 我是做做君王的 我要爱民呢 就是用你们的儿子 去牺牲 去跟他打 我不认为也 于是带着他的王族啊 逃了 翻山越岭 到到那个 金天宝鸡那个地儿 就另外 说我们走了 就是说 老百姓啊 你不管是在我的统治下 还是在他的统治下 至少你们还能活着 你们还能保命啊 如果我用你们的儿子 去打仗 你们就没有死了儿子 这倒 我不认为啊 这倒挺像利比亚的 现在的新政府 就把老百姓丢给RS 对 然后你看他走了 走了之后 史记里边的 司马迁描写是什么 老百姓啊 翻山越岭 跟随他 就说这样 爱民如子的这样的人 我们要永远跟着他 你说这种道德 就三国后来歌颂 老百姓跟着刘备 刘备已经一塌糊涂了 根本打不过曹操 但是老百姓 刘备呢 因为老百姓跟着 所以他也不敢赶快谈 我个人是觉得 作为个人